其实巴尔托克的弦乐四重奏 在弦乐四重奏的曲目里面是 就像是喜马拉雅山一样 今年是我们第四年征服 我们之前已经分别演出了 第三、第四、第五号 那这一次要演出的是第一号 第一号也就是当时巴尔托克 还努力的要跳脱传统思维 就像我们讲说跳脱舒适圈一样 就是还保有之前的传统 可是他又要做一点创新 那在这个第一号Quarte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尝试 我其实觉得他在音乐上的深度很特别 他有着纠结 就像有人说他里面有一些半音阶的变化 一些和声 他其实都还带有德布希的影响 所以他有一些半音的和声 然后也有一些 他喜欢他很崇拜Strauss 所以那时候Strauss的一些和声上面 旋律上面 他都有做一些模仿 那当然巴尔托克因为他非常崇尚他的名歌 所以他有把一些匈牙利的舞曲的旋律 转换再次包装 然后穿插在这个旋律里面 在这个曲子里面 我觉得都很欢迎大家来探索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鞋子